哈喽大家好 欢迎到Y.A.Diary 我目前人呢是在东京 要参加今年2024年最新的 东京直播盛会 那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参加 不晓得里面会有什么样子很棒的文具呢 我也非常的期待 那我们就一起出发吧 由知名品牌 手指社所举行的直播 三月份呢在东京前草举行 这一回现场的三层楼啊 有119家插画 印刷还有直播等相关产业品牌进驻 创下直播历史新高 上午还不到9点 就已经有很多人排队进场了 每位进场的人都会拿到展场资讯 还有这一颗小车车印章 今年的主视觉是由OB1Toy操刀 一进场之后 就有他的限定商品摊位 可惜派对太长 我到最后都没有几件序 好那说到直播呢 我最想先看的是有什么样的纸品 各位看一下这个盒纸品牌 这些盒纸是不是很美啊 他们家的特点是这一些盒纸既轻薄又坚韧 不管是单纯的盒纸套组 还是变千本 都呈现出了盒纸特有的优雅色泽和纸感 那我最喜欢的是他们家的限定活动啦 可以在这么多的盒纸当中 经过重重的选择障碍 选出四款盒纸打包 在从这两款图案缤纷的玩具会纸张当中 选出你喜欢的外皮 包装成精致的盒纸礼物 优雅 各位在直播现场还有卖罐头耶 这是来自大阪的纸一品牌Emoji 他们所出品的海鲜水果变千罐头 整个罐头都是用纸做的 打开盖子 里面有和外包装标示食物相对应颜色的变千们 很有创意吧 还有风景印象 是很精致可爱的盖章本哦 我也好喜欢 再来他们还有手做笔记本活动 先选外皮的花色 然后呢挑选你喜欢的内叶纸 只要可以塞到这个框框里面的厚度都OK 接下来挑选好线圈 就可以把素材交给业者 立刻获得你的专属小本本 还有另外一家总部在大阪的印刷公司 他们在东京和台湾都有商店 在这一回直播中也有推出手做本的活动哦 提供不同的印刷值让你组装 那我最喜欢的呢 其实是这一本红版印刷日历 这本日历的366天 使用了四种纸材来印刷呈现 而且全部都是来自台湾和日本的创作 一个人负责一天 翻给各位看一下 是不是有一种很复古的设计感吗 那身为日历小达人的我呢 完全不可以错过他呀 继续要看到的是大支火板式 这是来自大阪的火板印刷业者 我之前就很喜欢品牌的印刷工艺 来看一下这一套感谢小卡组 整合都是这一种厚实的火板印刷卡片 图案很可爱 相信收到小卡的人都会感到很愉悦 再来他们在变迁本本之外呢 也有推出印章啊 还有盒纸交代等商品 比较特别的是这两种 一款是春天色系的油票造型贴纸 另外一款呢 是单纯的框框款贴纸 他们没有歌型 要你自己剪下来火用 我本来觉得啊 购买欲望不高 可是各位看一下这个品牌 他们自己的拼贴示范 我地妈呀 这也贴得太过分漂亮了吧 把拼贴弄得出神入化 让我好想要把Sample给买回家 天文太空迷注意啦 由火板印刷艺术家所打造的绿青色 现在各位这么精致的新作新空文创品 这些纸交代卡片 还有纸品和邮票们 都是那种买了会很舍不得使用的类型 那其他大自然场景 还有动物脚印 以及灯塔扫卡印刷都非常的精致 你还可以买小盒子 然后再在现场盖上日付 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奇异纹社 这次推出的最新品是这个 很有层次感的变迁 打开小盒子 你会看到 原来是由满板 还有挖空中间的纸材组成的哦 你在拼贴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造紧 或像他们的示范一样 贴成这种很时尚的设计 其他呢 还有小贴纸 纸胶带 那有花卉啊 动物或单纯的美丽图案 还有这种不同城市的变迁盒 像台湾这一款呢 是画小纹包 那青森就是画苹果 我们再转个弯 要到摊位的另外一边 还可以看到这一种自选组合 可以挑选你喜欢的变迁 以及纸材啊 信封信纸 还有纸胶带 都是很佛很香的哦 来自京都的文创品牌 表现社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一边 满满的变迁和各种纸品 过去呢 我们曾经在台湾的文具全品店 看到页纸会进口一些表现社的作品 但是在直播这边呢 可以看到这么多 触始款的方形变迁本 还有长条形的一笔尖 或是这种小小的 可爱可爱的描图纸材质垫条 那当然呢 也少不了一些信纸或贴纸啦 表现社和很多的艺术家合作 创造出这一些好看的不得了的文具 如果哪一天 你收到朋友使用这种变迁写的内容啊 一定会欢迎天起地出下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小可爱呢 是来自岐阜县 美农合纸产地的古川纸公 品牌系列的小贴纸和便签都很欠买 那带有米色美农合纸气氛的 小信封信纸组呢 也非常吸引人哦 我们先前的元宵抽奖活动 也有获得这项美妙赞助 那这一次啊 我看到了几位妹子的逛街旅行系列 一次就给你出四款便签 贴纸还有信封信纸 很糟 不过啊 我到的时候 有些品项都只剩下三款了 那这边还有四色面包系列 红蓝绿黄色系 每一款都有出贴纸 信封信纸 小便签 还有纸交代等商品 你都可以找到这样子 可以相互对应的伙伴哦 那这种很完整的一个系列设定 着实是意图使人全包 好 来自东京的温创品牌新增社 他们家的纸品图案设计啊 大多是花草小鸟还有一些石令的元素 搭配类似日本传统设计风格的绘制呈现 充满独特性 那我们先前在文具女子博啊 有看过大牌长龙的纸张装到宝活动 这次呢又推出了包装纸 还有变迁装到宝活动啦 那包装纸比较大张 不太好带走 变迁的部分呢 我一时之间只能够待在这个 海景第三排的位置 欣赏大家挑选纸材的瞬间 那另外呢 他们还有和之前类似的 自选印章套组 以及各种半透明 还有不透明的便利贴 一笔尖 还有信封啊 等纸品 精致又可爱 我们继续看到这个摊位呢 是一间包装纸专卖店哦 他们总店在福岡 不过东京藏前也是有店铺的 会在我们未来的小短片现身哦 他们搜集了来自英国 波兰 尼泊尔等世界各地的包装纸和纸材 那当然也有他们自己的设计款 在纸博现场 有开卖便签 还有包装纸的套组 以及纸胶带啦 文库本书衣 甚至是纸盒的材料包 你可以在家里面组装好 搭配他们的包装纸 就能够做出精致又独特的纸盒咯 去年在文具女子博看到这个品牌呢 她们有可爱小桌粒 以及主题式配色的建层便签本 这次品牌推出的新活动 就是有这么多颜色的便签本类页 你可以自选七款 搭配成专属的便签套组 而且这些纸针啊 不只是颜色的差异而已哦 它们连材质都是有很多类型 选择障碍的人呢 可能会需要很多时间挑选 再来是我们介绍过 不止一次的便利贴助力啦 之前我们有看过文具店 动植物和食物的类型嘛 这次看到的新品是这个 七位年轻小伙子 陪大家度过一周七天 每天会告诉你 关于健康的大小事情 我们继续看到的是纸博的主办单位 手指社的区域 手指社是日本知名的文具杂货公司 那他们在纸博之外呢 还要举办早知识市集 以及布博等盛会 所以他们涉猎的范围其实蛮广的 这一点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区域看得出来 由自家出品 以及和许多创作者合作的包装纸啦 便签 印章 贴纸 还有小卡片等等 你可以想到比较常见的文创领域周边 基本上都有 所以一个不小心啊 就很容易会迷失在这个空间 好我们来看到清空瓶 这是由减纸艺术家和插画家打造的品牌 这是我们在做直播功课的时候 看到最特别的品牌之一 完全是我先前没有接触过的类型 最一开始啊会关注到他们 是因为这个小猛男牌子 看起来很像是要去那种泡温泉的大哥 又有一种铁汉油情的感觉 再来呢就是这些猫咪 各种角色的插画作品啦 那不管是明信片 贴纸 小印章 或纸胶带 全部都充满了传统日式风格 颜色也很日系 什么特别 好我们来看到首刻章艺术家Eric 这是我很喜欢的品牌作品 每一个小小的物件都排列得很有秩序 也很像是贴图Icon 雕刻超级精细的 所以呢 无论是应用在这些不同尺寸的日复印章啊 或传统的印章 可以更换的小Icon印章 还有在各种的纸品上 甚至摆放在FOLA印章上啊 都会有这种好可爱的呈现方式哦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完整的Eric系列文创 逛起来很疗愈 买起来也是心灵很满足 那我晃着晃着呢 就看到Maki这个品牌 用简单的线条 勾勒出来的小朋友行为 它放到纸胶袋上面啊 看起来就是很迷你很可爱 那各位看一下在各处的孩子们 动作都很生活化 很俏皮 透出一种日常的预感 那不过呢 我最喜欢的还是这个 好几款的厕所小童币贴 怎么可以把这么日常的场景 弄得这么可爱咧 接下来是来自名古屋的创作者 打造的品牌 各位看一下哦 品牌作品的主要色系 都是这一种淡雅温柔 刷上一层灰阶感的呈现 看起来就很舒服 很有质感对吧 我们从卡片 还有信纸信封 以及纸胶带 小贴纸等商品当中 可以看到图像内容 都是那一种超出现实生活 很有想象力的发挥 有很多女人画的小动物 还有看起来很好吃的食物 我在这个摊位啊 住住了好一阵子 排队结帐也好一阵子 希望以后呢 可以更常在各处 看到这个品牌 那我们在日本东京直播 看到台湾的森洛梨 有一种他乡欲固知的亲切感耶 虽然说我现在比较习惯 用PET胶带 不过呢 在前几年 我比较喜欢使用 盒子胶带拉条 或是剪贴一些小物件 当时啊把Tenori的小小大自然物件门 贴到月记室手上上面呢 看起来就可可爱爱的 那台湾上还要转运贴纸 以及小摆式艺术品 都是很强大的存在 希望以后呢 可以在海外的文具展 看到更多的台湾优秀品牌 哦对了 现场还有盖章活动哦 每一个楼层都是有限定章的 盖满可以兑换礼物 不过呢 我盖满的时候 额礼物已经没了 谢谢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第一次在东京 参与直播盛会的全纪录啦 好好的感受了 和台湾截然不同的文具展会气氛 希望以后还可以有更多机会 能够和大家来分享 美好的文具世界 一起来看一下 各品牌每一年 推陈出新的精致新品 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